我們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有人認為孟德爾是兩性平權的先驅 這個我沒有跟大家講過這一段嗎 沒有 他們認為孟德爾是兩性平權的先驅 為什麼 因為孟德爾經由護教的實驗 得到相同的結果 所以證明了雌雄對於遺傳的貢獻是相同的 那當然有人就可以把這句話擴大解釋 理解成他提倡兩性平權 而且他認為他提供了兩性平權 一個很紮實的生物學跟遺傳學上的基礎 因為兩個性別 不管哪一個性別對遺傳的貢獻是相同的 這樣OK嗎 OK喔 好